哥哥姐姐们好,刀妹有礼了 因利益矛盾,女子误杀了一名土豪 退役刑长张自立为了查案,假装追求女子 没想到陷入了爱河,与女子发生了关系 她该何去何从呢? 本期刀妹带来电影《百日焰火》 1999年,张自立结束了一段无碍的婚姻 心情郁闷的她接受调查一桩碎尸案 尸体的各个部分遍布全省六个县市,十五个工厂 线索非常凌乱,不知从哪里查几 万幸的是,张自立找到了一件血衣和一张身份证 而身份证是属于一个名叫梁志军的 梁志军的妻子是吴志珍,在一个洗衣店上班 文芝丈夫的死讯,吴志珍眼面痛哭,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经过多日的调查,张自立认为司机柳发银有很大的嫌疑 于是带队前去抓捕 在抓捕的过程中,队员配枪被嫌疑犯抢了去 两名队员当场殉职 而张自立射杀两名犯人后,也不幸中枪 出院后,老王亲自去接张自立 路过吴志珍工作的洗衣店时 看见吴志珍正将丈夫梁志军的骨灰 埋在店门口的树底下 因为枪伤,张自立再也当不了刑警 于是就被调到了工厂保卫科当保安 同时,同老婆离了婚,失去了战友 事业陷入低谷 整整五年,张自立与酒精为伴,成天恍恍惚惚 直到有一天,张自立发现曾经的同事老王正在蹲点 她的目标居然是吴志珍 原来又发生了两起碎尸案 死者跟吴志珍都有暧昧关系 而且死后脚上都穿着冰刀鞋 自从得知了此事,张自立又恢复了斗志 她决定参与案件侦破 张自立跟老王商量 由她假装追求吴志珍又出碎尸案背后的凶手 首先她以洗皮裤的借口进入洗衣店接触吴志珍 在这里张自立发现有个男的,名叫何明荣 是洗衣店的老板 从洗衣店出来,张自立一直在外面等着 吴志珍一下班,她就悄悄跟了上去 但还是被吴志珍发现了 于是等张自立来洗衣店取皮裤时 吴志珍递给她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五个字,别再跟着我 不过张自立并没有照做 到了晚上仍是尾随其后 而这次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在背后跟踪她 还破坏了她的摩托车 第二天,张自立又来到洗衣店 正好看到何明荣猥亵吴志珍 而吴志珍拼命反抗 不慎弄伤了自己 晚上张自立给吴志珍送了药 还帮她赶走了小混混 此时吴志珍开始接受张自立了 张自立约她去滑冰 吴志珍同意了 吴志珍娴熟地滑着冰 但却无精打采 仿佛一具行尸走肉 他们来到偏僻的角落 而张自立却不时地回头张望 她害怕那个杀人碎尸的家伙突然出现 张自立不慎把吴志珍扑倒在地 情不自禁地亲了上去 吴志珍并没有反抗 还迎合了她 但此时站在远处的老王 担心张自立遇到危险 便大声呼喊 这喊声破坏了张自立的好事 张自立和吴志珍又坐上了出租车 前往电影院看电影 而老王也在后面一路跟着 此时老王发现有辆可疑的货车 于是便跟了过去 在小巷子里盘问货车司机 谁知对方突然拿起冰刀 将老王当场杀害 老王的牺牲给张自立沉重的打击 老王不能白死 于是张自立决定继续调查下去 这天夜里 他发现有个陌生男人跟着他 而且肩上还扛着冰刀 警察的直觉告诉他 这人来者不善 于是他躲进了歌舞厅 借着人多的环境 甩掉了跟踪男 并且进行了反跟踪 张自立发现 跟踪男正往火车上抛洒什么东西 这让他想起了五年前的抛尸案 突然一个想法涌上脑海 他来到滑冰场 用广播寻找五年前死去的梁志军 此时那名跟踪男仓皇逃窜 张自立在后面使劲地追 可惜还是让他逃脱了 张自立怀疑那名跟踪男 就是死去了的梁志军 他把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新来的刑警队长 接着他又找到吴志珍 逼迫他说出事情 而吴志珍也如实交代 原来跟踪男确实是丈夫梁志军 就因为有个土豪想要霸占吴志军 所以被丈夫杀了 丈夫想要逃脱嫌疑 于是就把自己的身份证扔在现场 引导警察相信死去的人就是他自己 结果警察果然被误导了 自此隐匿在吴志珍的身边 替他清除一个又一个的追求者 最近的两个死者就是被梁志军所杀 在实施抓捕的过程中 警察击毙了梁志军 碎尸案的凶手得以正法 但是五年前死掉的又是谁呢 警察找到了吴志珍 让他交出曾经埋在树下的骨灰 可是吴志珍却说 他已经把骨灰丢盒里了 警察也无可奈何 此时洗衣店老板何明荣 透露了一个消息 五年前 吴志珍洗坏了一件皮衣 起初客人三番五次来店里闹事 但是一个星期后 客人却消失无踪 何明荣找出了那件皮衣 还翻出了一张名片 顺着名片上的地址 张自立找到了一家名叫白日焰火的夜总会 在这里张自立找到了关键线索 然而皮衣主人的妻子却告诉张自立 丈夫五年前就失踪了 张自立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把吴志珍约了出来 他们来到游乐场坐上了摩天轮 在这里张自立指着远处的白日焰火 希望借此逼迫吴志珍说出当年的实情 可是吴志珍却扑倒了张自立 两人在摩天轮里来了一场肉欲之欢 吴志珍本以为能安稳度日 特地抹了亮色的口红 可是就在两人在早餐店吃过小笼包子之后 他还是被随之而来的警车带走了 吴志珍交代 五年前他洗坏了客人的皮衣 但那位客人却要挟吴志珍陪他开房 占过一次便宜后还想霸占吴志珍 忍无可忍的吴志珍误杀了那位客人 实际上丈夫梁志军是替妻子顶罪的 不过后面的两名受害者确实被梁志军所杀 吴志珍被带去指认犯罪现场 临上求车时 天空突然绽放了绚丽灿烂的烟火 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时张自立在为她送行 并表达了对她的爱情 其实经过一番接触 张自立确实爱上了这个女人 很多网友认为张自立薄情寡义 既然都与吴志珍发生了关系 可为什么还是把吴志珍送去了监狱呢 然而作为警察的职责 还有为了死去的三个战友 张自立又不得不这样做 否则良心不安 如果你是张自立 你又会选择怎么做呢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刀妹的节目点击加关注哦 刀妹每天给你带来好节目 拜拜啦